这个哭着恳求父亲的女孩就是17岁的李未亚 17岁本该是花一样的年纪 但她却因为一场婚姻差点和父亲断绝关系 去年10月她在父亲的逼迫下嫁给了一位比自己大10岁的男人陈军 而如今她想摆脱这段婚姻却遭到了父亲和婆家的强烈反对 一边是父亲的苦苦相逼 另一边是走到尽头的婚姻生活 面对女儿不幸的婚姻 父亲为什么如此冷漠 还是父亲有什么难言之隐 只能拿女儿的幸福换去 17岁的李未亚还是满脸稚嫩 她的老公陈军知道她的来意之后非常生气 明明结婚时是双方自愿 但是现在两人订婚不到一年 李未亚却要退婚 陈军完全不能接受 而对此李未亚却表示 当初结婚完全是因为父亲逼迫 甚至拿父女关系做威胁 还扣押了李未亚的身份证 李未亚走投无路 只好和陈军订婚 她的父亲收下了陈家的三万元 就这样把女儿卖给了陈家 面对李未亚的突然退婚 陈军却认为她另有隐情 原来在两人刚结婚不久后 李未亚就曾离家出走过一次 陈军找了一晚都没找到 她便给父亲打了电话 父亲听后火冒三丈 直言要砍掉李未亚的手 为此李家和陈家闹得不可开交 而陈军却认为 李未亚彻夜未归 是因为在外面找了个男友 她和自己离婚的原因 也是因为她 因为陈军曾看到 李未亚在深夜 给陌生男人打电话 还经常跑出去上网 可是两人订婚时 李未亚并没有提出反对 反而还和陈军 在祠堂拜过天地 如今提出退婚 不得不令陈军怀疑 而李未亚却表示 必须要退婚 让自己逃离陈家 她不想不辱自己母亲的后陈 而且陈家父亲的处处提防 也让她无法接受 那李未亚到底经历过什么 才让自己如此惧怕婚姻呢 父亲对记者说出了一个秘密 原来李未亚早在15岁的时候 就谈过恋爱 并且自己定下了一门亲事 李未亚性格变得如此叛逆的原因是 在她5岁时 父亲和母亲发生过激烈的争吵 父亲一气之下 跑回了江西老家 父亲李光有独自一人 把李未亚抚养长大 从小就缺失母爱的她 开始变得孤僻叛逆 她说 如果有妈妈的陪伴 自己肯定会 早早就逃离 这段荒唐的婚姻 17岁的李未亚 如今已经失去了对生活的向往 因为一门荒唐的婚姻 早早结束少女生活 为了了解李未亚 是不是如父亲所说那样 记者来到李未亚的婆家 李未亚的婆婆对记者说 自从李未亚来到自己家 全家人都对她疼爱有加 洗衣做饭都是自己 帮儿媳完成 她不知道 如此饭来张口的日子 李未亚为什么还要退婚 婆婆带领记者来到楼上 看到一扇破碎的窗户 婆婆告诉记者 是李未亚打的 而且还经常打骂陈军 甚至公公还说 李未亚曾在发廊 做过不雅工作 听着公公婆婆的连环攻击 李未亚白口莫辩 她突然跪在婆婆面前 诚恳地说 自己要退婚 只是因为和陈军性格不合 完全不是因为二老 也希望二老 不要再造谣污蔑自己 希望能让他们放自己走 即使面对哭得离花待雨的李未亚 陈家还是坚决不同意她的退婚 当初娶李未亚 陈军父母前前后后花了六七万 如今人才两空的境地 他们完全不能接受 婆婆也在沙发上哭得泣不成声 见到母亲哭得如此伤心 一旁的陈军坐不住了 她表示自己还是喜欢李未亚的 另一边 听到女儿跑来亲家毁婚 李未亚的父亲急忙跑来 女儿把她的脸都丢尽了 她表示自己也不想活了 父亲为什么不愿听听 女儿是怎么想的 反而是一次次逼迫呢 见到李未亚的父亲到来 陈军爸爸指着他的鼻子就骂起来 他指责李光勇就是为了钱卖女儿 事情闹到现在这样 李光勇就是罪魁祸首 李光勇因为妻子的出走患过精神病 而且曾经几次投合自杀 并且李未亚也因为父亲的暴躁几度自杀 尽管李未亚知道 自己的父亲因为三万元强迫自己结婚 但他害怕自己的出走让父亲再次受到伤害 如今两人因为这门婚事闹得水火不容 李未亚说自己曾想过要和陈军好好生活 但因为陈军性格过于古板木讷 他完全感受不到丈夫对自己的关心 所以才要坚决摆脱这段婚姻 面对李未亚的苦苦哀求 陈军依旧不为所动 他把自己婚姻的决定权交在他父母手中 经过多次协商 陈军的父母终于同意 只要李家把自家三万五千元的彩礼钱还回来 他们就同意解除这段婚姻 此时的李未亚仿佛见到了曙光 他跪在父亲面前 祈求父亲可以把钱拿出来 但李未亚的父亲始终不愿意退钱 他完全不顾及女儿是否幸福 女儿绝望的哭泣在他眼里完全不算什么 见到李光友完全不愿意退钱 陈军的母亲愤怒了 直拉着李未亚要两人一起去死 见到此景的李光友才支支吾吾说出 当初的三万元彩礼如今只剩一万八千元 听到这里的李未亚明白 自己的救赎之路在父亲的阻拦下 已经完全没有可能 众人纷纷指责李光友的父亲 钱竟然比自己女儿的幸福更重要 受不了责骂的李光友终于跑回家 把仅有的一万八千元拿了回来 而李未亚表示自己愿意打工替父亲偿还剩下的钱 陈家也表示只要钱一还清 两家婚姻立刻失效 李未亚和陈军白纸黑字写了下来 李未亚的自我救赎终于迎来了曙光 她开心地抱着陈军妈妈 说了句谢谢妈妈 婚姻不是牢笼 不需要恳求别人解放自己 觉得不合适随时可以宣布退出 不必哀求任何人 但可怜的是 李未亚有个自私的父亲 金钱面前没有女儿 自己女儿的开心幸福完全和自己无关 甚至在女儿跪着哀求的时候 也能做到不看一眼 但愿这样的父亲能够老有所依